2024年奥运会仅剩下两座申办城市 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 终于达成了妥协 国际奥委会证实 美国洛杉矶已经原则上同意举办2028年奥运会 这样呢 法国巴黎就基本上确定了获得202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洛杉矶原本与法国巴黎争夺2024年奥运会主办权 上周国际奥委会决定将于9月13号同时确定 2024年和2028年两届奥运会的承办权 由于202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没有其他竞争者 这就意味着洛杉矶和巴黎将包揽这两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巴黎曾在1900年和1924年两度承办下届奥运会 洛杉矶的承让成全巴黎奥运会的百年回归 为此洛杉矶将得到国际奥委会1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这也符合洛杉矶人节俭办奥运的理念